法案就是说要求经济部撤销今年10月调涨电价 我们认为说应该把这个台电 至少我们应该在立法院对台电进行财务查账跟技术查账 之后再来讨论涨电价的问题 技术查账包括说我们台电的这个燃煤电厂 改成超灵界跟超超灵界 一样的电厂一样的煤 实际上可以多发超过6%的电力 我们台电需要不断的盖新的电厂 因为台电说我们缺电 实际上只要做技术查账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查出来 台电怎么样在这个发出来的电上 因为管理的问题不断的丢电 就像陈摩星老师讲的 台电是大丢电 丢电兼丢人 那连我们企业界都有人站出来了 这个朔和董事长 陈继仁董事长说 这些核四厂的钱将近3000亿 如果拿来盖太阳能厂 发电量是核四的两倍 而且没有安全疑虑 所以这种技术查账跟财务查账 我们应该在立法院把所有的问题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 如果说台电还是亏损 再来涨电价 我相信人民才会接受 不然的话永远就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对台电 这个不能够谅解的状况之下 那任何立委支持台电涨电价都会变成人民公敌 我觉得失去理性讨论的空间 第二点呢 民进党77案 这个应该来讨论 是停止继续新建核四 我带来的是一个挑战者太空缩号呢 在天空升空没多久爆炸 结果后来检查原来是一个欧型风环出问题 欧型风环里面在我们的核电厂里面也非常非常多 这是核电厂的工人给我的 所以不要以为说核四场不会有问题 连太空缩都会爆炸了 一个欧型风环没有装好就爆炸 那何况台我们台湾是一个地震平仁断层密布的国家 我们也不用担心缺电 这个是我们行政院给我的报告 就是说太阳光电跟我们国内的电价 未来十年内有没有可能出现交叉 他们给我的报告是2021年 我们的太阳能跟这个我们市面的电价就黄金交叉 这根据能源局99年长期负载预测 跟电力开发规划的战要报告里面 就写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们这个不用缺电 我们不会缺电 我们未来的电价也不是 也是平稳的 安定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冒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而且花费人民天文数字的钱 把核四场继续盖下去呢 那事实上 德国已经做给我们看了 德国联邦政府 对不起30秒 德国联邦政府统计局已经公布 他们去年卖电因为发展太阳能跟风力 他们卖了228亿度 228亿度的电 赚了14亿欧元 台币535亿 不但如此 根据欧洲和欧盟统计局 他们这个今年1月的调查 这个从2008年开始 法国的失业率节节高升 德国的失业率节节下降 那德国的电价比法国还高 法国的核能发电的占比是77% 但是他们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德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台电高层 不断的跟我们立法院来报告 所给我们的数据 在欧洲在德国验证下去 事实上都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们希望77案立刻停止新建核四 以及第78案 我们先把这个台电的这个技术查账 跟这个财务查账弄清楚了 再来谈涨电价的事情